而除了屏东之外 一烂县在今天是开放72到74岁的长者 以及原住民55岁以上的县民和孕妇 可以到医疗院所来施打莫德纳疫苗 不过这一早呢 同样是出现了乱象 因为在罗东圣母医院 同时有超过百人以上 全部挤在医院大厅现场等待 没有人流跟动线的管制 也没有发放号码牌 只能等待叫名字 民众更无奈的说 有预约结果等了两个小时还没打到 全部群聚在一起 根本是防疫破口 院方则是回应说 有派人员来疏导 在7月3号开始 会发放号码牌加强分流 一任大厅挤满人 全都是要来打莫德纳疫苗的 长者跟孕妇 不过这全部超过100个人 密密麻麻挤在一块 看了就让人心惊惊 你跟我讲 你们的规定怎么排 我们协助你 不然我们这样没有办法 在这边 就连现场的医护人员被问到也相当无奈 因为在7月2号一大早 罗东圣母医院的接种实况 看在民众眼里 真的是无法接受 上网直接po文爆料 说医院现场保全跟护理人员 没有人流跟动线管理 没有发号码牌 只能人工叫名字 椅子不够也不能走开 所有老人家跟孕妇 都要站着等候40分钟以上 下面马上有人回应 超可怕 全部群聚在一起 有预约等了两个小时 填了资料 又要继续等 医院解释本来之前 都只有开设一个诊次 容纳100多人 没问题 但是为了提高接种效率 这一次开放250位民众来施打 没想到这没有号码牌 就让现场大乱 院方也强调 7月3号开始将发号码牌 也会规划新的动线分流 避免群聚情形再度出现 记者李柯燕宜兰采访报道